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一個正方形的木板 這個木板剛好可以畫成36個 66 36 然後每一個正方形 邊長是兩公分 這邊長兩公分 那也就是說 這個大的木板 正方形木板 它的邊長 都是12公分 這個1 2 3 4 5 6 6 2 12 這12公分 這也12公分 邊長是12公分 好 那麼他說如果我重新 將這個木板 劃分成 就重新劃 劃分成大小相同的長方形 則此長方形的長與寬 不可能為下列哪一組 好 那你現在等於是把一個正方形 邊長是12人 那你要把它畫成 這個多個長方形的話 那麼那個什麼呢 長方形的長跟寬 必須都是12的因素 那這樣的話 你才有辦法等分分割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A A的話 他說長是3公分 寬是2公分 好 3公分是不是12公分的因素 4 2公分也是12公分的因素 所以可以畫 也就是說 他這個3是12公分的因素 3是12 就這裡可以畫成4個 這裡可以畫成等間格 畫成6個 所以4、6、24 所以這種長方形可以畫出24個 那我們看B選項 B選項 B選項它說長是6 那長如果是6的話 那這樣它可以畫成2個 寬的話 是4 那寬4的話 它可以 可以畫成3個 所以是2、3、6 可以呢 畫成這種長方形6個 這個6公分的話 12公分除以2 可以畫成2個 那這個12公分除以4的話 可以等於是 可以畫成3個 所以是2、3個6 這可以 這個都可以 讓我們看C C的話 它說長9公分 寬6公分 這個不行 為什麼 因為12的話 不能被9除淨 所以就不行 好 再我們看看D D的話它說長12公分 長12公分是整個 寬的話4公分 寬4公分 就是畫兩刀 畫兩刀 有三個 所以這種長方形 它有三個 所以這也是可以的 那不可以的 就是只有什麼呢 只有C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C 好幾個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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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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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